建国一百年国庆真的也要祈祷天公作美哦 这个旅渔艺人翁茜玉呢就反国共襄圣举 上午他也召开了记者会 这次回到台湾 他是要参加九号的四海同心晚会 也会出席十月十号的国庆大典 翁茜玉就说了哦 他准备了三首歌曲要送给台湾乡亲 其中一首就是经典歌曲 祈祷 一身无袖和声旗袍唱起经典歌曲祈祷 于日歌星翁茜玉虽然年过六十 但歌声依旧 平常工作满党的他 遇到建国一百年国庆 再忙说什么都要赶回台 每年都是在日本过国庆 在日本大使馆过国庆 今年的朝委会来电话 说今年是我们中华民国一百年的生日 我怎么能说不来呢 据上次回台参加国庆 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 这次翁茜玉受邀参与国庆四海同心连环大会表演 总共要演唱包括永远相信 祈祷三首歌曲 每天都要发声 还有 对 其他的就是不要吃太胖 那套衣服是蛮紧的 除了天天做发声练习 翁茜玉一身打扮也大有来头 为表演订做九套衣服 还特别到泰国买布料 小露一下香肩啊 美背啊什么的 不要还是明年明天 在舞台上面看吧 对演出服装保密到家 翁茜玉说这一次建国一百年表演 绝对会让侨胞有个难忘的国庆回忆 专闯为李红杰林柏瑜台北报道